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进行营养学 这个今天的部分呢 是要介绍生命期的营养第三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大纲 就是要说明中老年人这个时期 他的营养跟养生 那他的小档案呢 就是会说明到更年期妇女的养生 而且还要把这个活药老化这个定义 什么叫活药老化 要把这个这个更活药 营法族的这个部分 好那教学的目标 就是要认识并了解 老年人这个时期的养生 以及营养跟养生 认识并了解 相关于这个老年的 比如说更年期妇女的养生的小档案 认识并了解 活药老化的一个定义 那更年期妇女的养生 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定义所谓的妇女年龄在 45到55岁之间 我们称为更年期 那更年期的妇女呢 这个时候可能渐渐的 就是她的会有停经的现象 那此时呢 她的女性荷尔蒙的功能呢 就会降低 那由于女性荷尔蒙 能够帮助身体多种器官的一个正常运作 就像心脏、血管、骨骼、神经系统 生殖、泌尿、上皮组织等等 那磁性、磁基素 能够刺激这些生殖的泌尿、上皮细胞 有正常的生长跟分泌的一个能力 那对于细菌 就有足够的抵抗力 并且在性接触的时候 能够提供足够的润滑的一个作用 这是女性荷尔蒙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那胶原蛋白在停经以后 女性荷尔蒙会减少 会影响到 会影响很大 比如说会有萎缩的现象 那一般呢 皮下的胶原蛋白在停经以后 受到女性荷尔蒙减少的影响 以至于会有大量的萎缩 那女性荷尔蒙本身呢 它是可以对心脏肌肉的收缩 具有直接促进的作用 也就是女性荷尔蒙会促进心脏肌肉的收缩 可以避免心血管酸塞 并且会降低墨烧血管的一个阻力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减少高血压的发生率 那凝血因子有减少血酸的作用的一个作用 那对于凝血因子 它的 它呢 是纤维蛋白源 以及第七因子 有降低的作用 在减少血液的粘稠度 减少血酸的形成 所以呢 凝血因子 是有减少血酸的作用 可以改善血脂蛋白的比例 提高高密度血脂浓度 可以降低低密度血脂 减少有害的胆固醇 所以可以借着这个 降低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 这就是凝血因子 它的一个纤维蛋白源 以及第七因子 有降低的作用 那 护女 在35岁以后 骨质呢 就会逐渐 大概逐年约有 0.5到1%的流失的速度 大约 大多数的妇女 在35岁的时候 骨质会达到一个高峰之后 大概就会逐年的 大概以0.5到1%的流失速度 这样子流失了这个骨质 以至于骨密度呢 渐渐年龄 因为年龄的大 而造成骨密度的这个变 变得很小 因此在这个停经以后呢 荷尔蒙的保护就会减少了 以至于骨质的流失速度 就会明显的加快 那容易因为这个骨质疏松 而产生所谓的骨折的一个现象 那容易因为骨质疏松 产生骨质的问题呢 在这个年纪到了越大呢 就发生在大腿骨跟宽骨 很容易有这个骨折的问题 而且会容易跌倒 会有容易跌倒酸痛的这种现象 那女性荷尔蒙对于停经以后的护女 她的脑部功能呢 还有一些益处的 也就是说女性荷尔蒙对于脑部功能 有相当的影响 包括心智情绪以及精神上 以及认知方面都有一些益处 包括女性荷尔蒙的补充 对于停经后护女的脑部功能的好处呢 就会像预防中风啊 预防艾滋海默症啊 或者是痴呆老年痴呆症啊 它都有显著的一些效果的 而且还可以改善忧郁 失眠焦虑这些症状 也就是更年期妇女的这些症状 可以利用女性荷尔蒙的补充呢 会减轻很多 但是使用女性荷尔蒙 如果超过五年以上 那么得乳癌的几率呢 会增加 因为乳房 这个女性乳房跟子宫呢 也是有磁激素的一种受体 那这个受体呢 也就是说它会辨认辨识 跟磁激素结合 而受到 也就是会受到这个刺激呢 增生 就是乳房跟子宫会因为受到磁激素的 因为它有一个受体呢 受到了磁激素的作用 刺激以后 就会使得乳房跟子宫会有增生的现象 那就会可能发展到变成恶性的癌症的情形 就会造成什么乳癌呀 子宫癌呀 这些问题 那停经后的妇女使用荷尔蒙 超过五年以上 产生乳癌的几率 就是会比一般正常人高到1.46倍 这个是有文献报告的 那黄体素的使用 合并的使用 可以避免磁激素的单独使用的一个副作用 因为文献探讨发现说 如果合并使用这个黄体素 可以避免磁激素 在子宫的内膜所产生的副作用 会降低 也就是说可以避免磁激素 对于子宫内膜所产生的一个受体的一个副作用 会降低 所以磁激素单独的长期刺激会使得 磁激素单独的长期刺激 使得子宫内膜产生的所谓子宫内膜癌的几率 增加到四到七倍 那这个时候 就是说更年期的妇女 应该要用放慢脚步的心情 保持心情愉快 定期的身体检查 注重均衡饮食的 均衡的一个营养的饮食 应该多运动增加户外活动 适当的日晒 就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 避免就是使用这些磁激素 女性荷尔蒙 因为这些女性荷尔蒙有比较多的负面的副作用 那这些副作用都是蛮严重的 就是会造成子宫内膜癌呀 或者是乳癌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用 就是保持愉快的心情啊 定期身体检查啦 均衡的饮食啊 多运动啊 吸收晒晒太阳啊 吸收钙质 就可以克服更年期的一些问题 那台湾呢 人口老化 进入了高龄社会 在1993年 台湾呢 正式进入联合国界定的高龄社会 因为65岁以上的老人年口 占了总人口比例呢 高达7%以上 所以呢 在2004年 65岁的以上的老年人口呢 占了人口的比例是9.4% 那也就是到 预计呢 到了2017年 进入高龄社会的时候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会占总人口比例的 13.6% 也就是进入了 2025年以后 也就是每个 每五个人 就会有一位高龄者 就是每五个就有一个老年人 那所以呢 老人世界的政策的一个指引呢 就产生了 联合国就提出一个建议 有三项的行动 这个优先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 在高龄化世界的来临 我们应该要怎么迎接 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呢 首先 就是应该要高龄化世界的发展 就是注意这个问题 注意社会老年 老年人的发展的问题 老化 人口老化的问题 增进老年期的一个健康跟幸福 还有它的安宁 然后呢 全能跟 全能与支持的环境 也就是要确认 这个老年人能够参与到这个社会 还有社会对老年人支持的一个环境 就可以作为达到成功适应老年老年世界的一个政策的指引 那提出来的活药老化 Activity Activity Aging 那Active Aging Active Aging就是活药老化 也就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对于老年人健康政策 拟定一个核心观念 为了使得高龄化成为正面的经验 长寿必须要持续的一个健康 并且参与安全的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整个一个 使得老年人的健康能够 使得老年人有得到健康 并且能够参与社会 并且能够有安全 有一个安全感 达到最适合的一个机会的过程 来提高每一位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就是所谓活药老化的一个定义 那在人口加速老化的条件下 死亡跟疾病的一个互相的替换关系 逐步的被凸显出来了 也就是老年人受困于长期的慢性疾病 人口死亡 人口死亡率越来越低 寿命的水准越来越高 也就是人口健康的水准也会提高 那一般假设一般人在老年 就会受困于长期慢性疾病 一直到死亡的这个阶段 就一直拉长 那这样拉长 一直到死亡以后的延伸呢 就表示说他的疾病是一个延长的 也就是说慢性疾病 老年人得慢性疾病以后 他得到这个慢性疾病 他的疾病会陪伴他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这样长期的慢性疾病下 那么我们的饮食健康啊 各方面就很重要了 除此之外 老化对于医疗的费用的影响 也就是像台湾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 就是才通过10%的一个水准 也就是我们已经 就是人口老化的现象 但是比起西欧日本以及美国 加拿大这些国家人口老化程度 虽然低了许多 但是因为当前生育率已经远低于这些国家 也就是我们的生育率是很低的 那也就是未来人口老化 即将加速发展的现象 超越了欧美各国 也就是说人口老化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 显然是在未来 台湾未来 对于人口老化医疗费用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不是只有现在立即重大的影响 因为未来呢 疾病的盛行率会上涨 也就是人口老化以后 得到的慢性疾病的几率就很多 那人口组成造成这个出疾病率 以及出死亡率呢上升 人口老化对于疾病以及医疗 有两波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透过人口组成 造成所谓的出疾病率 以及出死亡率的上升 也就会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会透过这个老年人口的一个死亡率的下降 而带来疾病替换死亡的结果 在学术上文献上 称为一种疾病扩张 那这样的疾病扩张呢 就会使得就是台湾呢 就有一些研究人员 针对发现说疾病扩张的现象 所造成社会的影响 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就会提高私生比率 达到减班减校的一个情形 人口老化的第一波影响就是青少年人口衰退 最先受到波及的就是出等教育的体制 从提高私生比到减班减校 乃至于私之过剩的问题 这些都是已经是台湾事实的一个问题 但是生育率并没有这个停止下跌 就是1997年以来 新一波的下降 使得台湾的生育水准进入了 全球少数几个最低生育率国家之列 远低于西欧以及美加等国家的水准 也甚至于低于日本的水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育率是相当的低 那青少年人口仍旧持续的减退中 第二波影响就是这些青壮年人口的衰退 这时候已经是展开了 影响所及就是劳动力供需情形将大幅的改变 所以劳动报酬率会因而上涨 资本报酬率因而下降 同时进入了老年的人口开始 老年的人口开始就是会体会到 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 进入了人口老化的问题了 那老年照护跟这个医疗费用的提高 在第三波影响就是在老年照护 以及医疗费用的问题 因为人口老化 一方面透过人口组织的作用 迫使医疗费用上涨 又另外一方面 又透过死亡跟疾病的替换作用 而驱使了医疗费用的上涨 家庭照护人力大幅的减退 有了这个大量老年人口 没有这个子女可以医室 没有家属可以供医疗院所所使用的时候 那么医疗费用以及照护的品质 都是受到了影响 那家庭照护人力大幅的减退 也就是台湾的医疗体系 已经将病人家属 是视为一种医疗人力的一部分 也就是家属通常都要来照顾自己 家人的一个疾病病人 那这个时候当家庭照护人力大幅减退的时候 有大量的老人人口 并没有子女可以医室 没有家属可以供使用的时候 这个医疗费用以及照护品质 就会两蒙其害 也就是说应该我们这个台湾当今这个社会 应该要积极推出并且要落实人口政策的一个措施 积极的研发适当的因应 比如说因应社会以及经济的政策措施 这个是已经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了 那台湾政府的照顾负担相对的就会越来越重 民国100年老年人口数已经达到250万人口了 那到了109年老年人口数将会达到350万 350万人口 那老年人口的增长 家庭以及政府的照顾负担相对的就越来越重 因此身心障碍者人数也会相相对的增加的这种趋势 10年间增加50万的老年人 每年又以7万人的增加 7万人的增加 就是推估呢 民国100年就将会有140万人口 那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退化或者是失去功能 以目前老年人健康的状况来看 一旦进入了老年期 身体的机能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退化 或者说失去功能而造成身心障碍的 所有的身心障碍的人数呢 大概老年人数呢 就是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那对于老人福利的补助项目而言 目前台湾政府内政部目前所推展的老人福利补助项目中 大概有九大项 有这个九大项分别就是养护机构 安养机构 以及日间照护 还有营养餐饮服务 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护 还有老年狐狸活动 长青学院 社区老人休闲活动 以及办理老人教育训练等等 这个九项的一个老人福利补助 那面对于这种高龄化社会 台湾政府在面对高龄化社会所带来的老年问题 可以归纳为健康居住 经济 社会适应 以及休闲运动等等五个方面 那这个五个方面 其中就是以健康跟经济方面的问题 最为迫切 那依据内政部所所做的 82年台湾地区老年人状况的调查报告 指出65岁人口 人口认为政府应该优先提供的老人福利措施之中 其中以给予老人看病医疗费用的优待 最为重要 那健康医疗是老年生活中最值得忧虑的 也就是应该优先提供老年福利的措施之中 给予老人看病医疗费用的优待 他的比例呢 最高占了28.04% 也就是显示健康医疗的问题 人是老年生活中最值得忧虑的事 那日本人口老化的情形更严重 他最最严重了 因为在2011年 日本老年人人口占了总人口比率达到31% 老人老人化越来越明显的现代社会中 对于老人福利制度的构思就更需要很慎重呢 首先我们看慢性肾脏病的肾行率的攀高 在台湾医疗成本的上升 年长者因为身体状况相对的比较差 将会提升心血管疾病 癌症 糖尿病 慢性肤膝道疾病等等的一种疾病呢 会提升 会增加社会医疗成本以及健保支出 人口老化 饮食生活习惯改变 导致糖尿病高血压 这些慢性病的一个病患数目越来逐年增加 造成慢性的肾脏病的肾行率也攀高 已经是全球性的趋势 那尿毒症是一个新病人增加了大概2.1倍 就是目前台湾的健保肌肤知乎那个末期肾脏病所所有的一个治疗 也就是从1995年到2005年之间 尿毒症 他的这个新 罹患尿毒症的这个新病人增加了2.1倍 就是在这10年之间增加了2.1倍的喜肾病人 或者是说尿毒症的病人 但是他的存活的累积病人数增加了2.3倍 那糖尿病的肾脏病变占了39.2% 也就是台湾跟世界跟其他国家一样 糖尿病的人口节节上升 控制不理想的并发症之一就是肾脏病变 也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里面呢 其中就是肾脏病的一个病变呢 他的并发症是最多 而且控制的最不理想的就是肾脏的一个病变 那不管是第一型或者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长期追踪后30%到40%的病人 他得了一个并发的肾脏病变 那在这1%的这个病变的病人呢 就是30%到40%的肾脏病人 就很容易有一%会变成尿毒症 也就是说末期的肾脏病的一个新病人当中 比例最高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个肾脏病变 占了39.2% 那也就是说年纪超过40岁 肾脏病人每年会退化1% 那老年人人口比例呢 目前已经高达10%了 那从生理上来说 年纪超过40% 肾脏病人每年就会退化1%的情况下 老年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 会得到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这些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就是提高的 那老年人在末期的肾脏病的发生率 已经增高到14倍了 也就是依据台湾透析病人的登录资料里面看来 比起20到40岁青壮年的一个主群而言 年龄介于这个65到74岁的老年人 末期得到肾脏病的一个发生率 已经增高到14倍 大于75岁老年人家发生率更提高 提高到是青壮年的18倍 也就是75岁 更比年轻人得到这个所谓肾脏病呢 是高于18倍的 那医学进步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呢 就会大幅的降低 那医学进步使得像高血压啦 心脏病啊 中风啊 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大幅降低到30%以下 38%以下 那得有糖尿病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比例 也下降了8% 成年人有66.4%的比例呢 是罹患中度到重度的肾脏病 那也就是说台湾成年人大概有6.4%的比例 是罹患中度以及重度肾脏病 最让医界担心已经进入了第三期 到第五期的慢性肾脏病的病人 病人本身不 已经仅仅仅仅不到一层的病人知道是自己是肾脏病 就是已经快快到肾脏罢工的 也就是也就是肾衰竭 已经就是不到一层的病人 并不知道 就是说不知道自己的肾脏已经达到了所谓的肾衰竭的一个状态了 那不知道自己已经罹患肾脏病 当然更不知道寻求适当的医疗照护 也不会去改变生活形态 不会改变生活形态 或者也不会去调整饮食 因为这个时候就要严重的降低 比如说蛋白质的摄取啊 还有盐的摄取等等 那糖尿病的病患占了台湾人口的4.9到9.2% 那全世界糖尿病的人口数正在快速的成长 越来越年轻化的倾向 那因为稀释的饮食加上人口老化 糖尿病的病患占了人口 台湾人口的4.9到9.2% 那比起糖尿病更早发生的这种 葡萄糖耐症的一个障碍 就是糖尿病 它如果能够很早就发现 有这个葡萄糖耐性障碍 那就占了15.5% 也就是说它还不能称为糖尿病 但是呢 它的葡萄糖耐性障碍呢 已经很危险了 就是已经在快要被判定糖尿病边缘的人 有15.5% 因此有效的营养自我照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效的营养自我照顾 是需要针对个人的生活形态 还有治疗的目标来进行合适的个别指导以及训练 另外还有需要考量到文化 种族经济的差异性别来做 就是这些考量到文化以及种族经济 以及社经地位的差异 差异性来做不同的安排 做一个适当的卫教或者是个别的饮食指导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生活上的调试训练等等 那以新陈代谢的改善目标 就是所谓的MNT的目标 就是要调整饮食 还有胰岛素或者是内生活是外来的 或者是口服降血糖药物 或者是以活动量来改善 那使得血糖能够趋近正常值 并且可以维持 并且可以达到维持最佳的血脂浓度 那可以达到 而且可以长期维持这种体重 达到一个合理的体重 适当的提供热量 就是热量的控制 可以达到或者是维持一个合理的体重 能够维持像维持小孩的正常生长 花育以及怀孕哺乳所需 那如果有疾病的时候 引起所谓的异化现象的时候 更应该注意到热量的供给 那这种合理的体重 是指的个人以及医疗上提供者 认为可以达到 而且可以长期维持的一个体重 那有别于传统的理想体重 也就是说可能不一定要达到理想体重 但是是一种合理的体重 它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 生理状态 那对于急性以及慢性 并发症的预防以及治疗这个部分呢 由于急性慢性 并发症的预防跟治疗 比如说低血糖 肾病变 神经病变 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等等 整个整个这个整体上的身心健康的一个改善 那饮食习惯的建立饮食计划 或者是说营养治疗的一个基础 是以个人的饮食习惯的建立 饮食计划作为营养治疗的一个基础 融入 再融入运动后 再以胰岛素治疗作为一个调控 最恰当 那这个病患需要监测血糖值 依据摄食量来调整整个胰岛素的一个剂量 那积极治疗的部分 每天应该多次的以胰岛素的注射 使用胰岛素的一个帮补跟快速作用 使得胰岛素进行持续的皮下皮下胰岛素的注射 可以让病患在进食食物的方面 拥有时间以及数量的一个弹性 那营养治疗跟第二期的第二型的糖尿病 这个部分 在MNT的对于第二型糖尿病的主要治疗目的 就是要达到维持葡萄糖脂肪 以及血压的一个目标值 低卡路里饮食以及减重 可以通常是以改善血糖值 以及长期新陈代谢疾病的一个控制 那营养治疗跟第二型糖尿病呢 它的很多的策略呢 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四度的卡路里的限制 比如每天就应该少吃个200 250到500大卡 适当的做体重的减轻 比如说少个5到9公斤 可以改善高血糖高血压 以及高血脂的异常等等 那另外餐点的分散食用 尤其是碳水化合物 就说不要同时集中一个餐点上吃了太多的食物 那规律的运动 规律的运动 学习新的行为以及态度 就是能够帮助长期生活的形态的一个改变 那如果以上四点都没有效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以MNT的为主轴 再加入 再加入口糊 或者是胰岛素的治疗 那减肥无效的时候 使用新的减肥药物 那减肥无效的时候 使用新的 新的药物是必须要在 BMI值大于或等于27以上 那并有其他的健康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BMI值大于30以上 那没有健康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使用新的减肥药 那以下这三种 Oliciting 或者是subtrainamine 或者是 Vetamin Vetamin Rensing 等等 那总之 我们也可以用总热量来控制 达到维持理想体重的原则 每人每天所需要的总热量 需要依据病患的身高体重 年龄以及性别 还有活动量来决定 那理想的体重就是他的公斤数呢 是等于22乘以身高的米平方 那成人每天的总热量 是等于理想体重乘以30大卡 如果是轻度活动的人 就是30大卡 就是得到总热量 那如果是中度活动量的呢 就是理想体重乘以35大卡 那或者是重度活动量的呢 就是理想体重乘以40大卡 这样算计算出来每天所需要的总热量 那胜功能衰退的时候 那么就要限制蛋白质是每公斤体重 每天是以0.6克 也就是说蛋白质 每天对于总热量 应该是占在10到20% 一般成年人是以 每公斤体重是摄取0.8克 每天摄取每公斤体重是0.8克 但是对于胜功能衰退的时候 那么蛋白质应该限制在0.6克 每公斤体重每天 那就是摄取0.6克 那也就是占每日总热量的10% 那依照2001年 美国糖尿病协会 他的建议认为说 80%到90%的总热量 必须要来自饮食中的脂肪跟碳水化合物 来做分配 那饱和脂肪呢 饱和脂肪酸应该少于10%的总热量 那饱和脂肪酸应该少于10%的总热量 也就是说多元饱和 不饱和脂肪酸应该是小于 等于10%总热量 那剩下的60到70%的总热量呢 是来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跟碳水化合物总和加起来 就是占总热量的60到70% 那这些都是要是个人的需求 还有治疗的目标来定定这个要求 那膳食纤维的部分呢 每天应该摄取20到30公克 那最近呢 美国针对 美国呢 针对这个高血脂症的患者 病患 也就是美国的协会 针对这个高血脂的病患呢 建议以治疗性的一个生活方式 来做基础 也就是饮食的组合 建议饱和脂肪酸是小于7%的总热量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最高就是10%的总热量 那单元不饱和脂肪 最高呢 就是占了20%的总热量 全部的总脂肪 就是占了20%到35%的总热量 那碳水化合物占了50%到60%的总热量 那这种其中呢 膳食纤维应该是占每天摄取的 20到30公克的这个食物中呢 要有膳食纤维的摄取量 那蛋白质大概就是占一般的人呢 是占了15%的总热量 那胆固醇每天应该要少于200毫克 并且建议每天可以食用植物性的固醇类 2公克 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 是10到25公克 来加强降低胆固醇的效果 另外还要减轻体重 增加体能活动 来治疗新陈代谢的一个症候群 修正动脉阴动脉周状硬化的一个变化 血脂异常 并且降低血压 胰岛素的一个阻抗性 这样就能够适当的影响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功能 那过多的油理脂肪酸以及三酸甘油脂 那由于脂肪它的毒性理论 认为过多的油理脂肪酸以及三酸甘油脂 是可以导致胰脏以及细胞的死亡 造成糖尿病的产生 那在食物金字塔的这个理论上呢 就是建议小于20总卡路里呢 是来自脂肪 这样比较好 也就是说 为了要避免糖尿病啊 或者是说这个未来文明病的产生 最好呢 脂肪是小于20%的卡路里呢 是来自脂肪 这样比较好 而且是最好是以植物性的食物 为正常人的主要食物的内容 提供不同的思考跟方向 以及健康的饮食方法 就是以认为说植物性的吃素呢 是最健康 那延长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时间 也就是均摊的分散营养负担 或者是延长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时间 能够使得较缓和 慢慢的被吸收进去体内 所以对这样的对策 就包括有增加进食的次数 以小口细嚼慢咽来代替大口吞食 那可以食用可溶性的纤维 像光滑豆胶 或者是说食用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 低的升糖指数的食物 那或者是使用葡萄糖甘素的一个抑制剂 这些都是一个延长碳水化合物吸收的一个方法 那游里脂肪酸抑制 游里脂肪酸的值可以抑制 就是较低的一个胰岛素的值 那均摊分散营养负担的优点 在此段时间葡萄糖可以有效的被吸收 对于这个新陈代谢是有关联的 可以部分的为游里脂肪酸的值 长期抑制这个结果呢 也可以有较低的胰岛素值 进食不同种类的脂肪 以及碳水化合物 那对胰岛素的阻抗性 以及第二类型糖尿病呢 就会有关联 相对应的它的品质呢 就应该要更加重视 因为需要对这个升糖指数 以及葡萄糖负担的概念呢 就应该要有所了解 那就能够用能量均衡的观念 来实施饮食的治疗 也就是适当血糖的控制 那控制于就是糖尿病的病患 就是有39%的病患 具有患后两个小时血糖值高于200以上的情形 那也就可以用这个能量均衡的一个概念 来实施饮食治疗 进食比较有益的一些脂肪 以及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利用一些抑制剂来降低患后的这种血糖值 比如说加上这些alpha glucosidase inhibitor 来加上降低来降低泛后血糖值以及胰岛素的浓度 那每天呢 男性喝酒是不要超过两个酒精荡量 是比较恰当的 糖尿病患空护喝酒 容易发生低血糖症 所以不要空护喝酒 而且摄取不要 应该要适量 也就是每天男性喝酒 不要超过两个酒精荡量 女性呢 不要超过一个酒精荡量 一个酒精荡量相当于啤酒是350cc 那绍兴酒呢 是100cc 红葡萄酒是140cc 白兰蒂或者是威士忌是40cc 那也就是说 一个酒精荡量相当于两份的脂肪的一个换算单位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例题 例题一 合并使用黄体激素 黄体素可以避免磁激素哪些的副作用 由于这个黄体激素合并磁激素 就可以避免磁激素所对造成的乳黄 以及子宫内膜的一个乳房癌 乳癌以及子宫内膜癌的这种副作用 就是因为磁激素呢 很容易造成这个有有子宫内膜 以及内膜癌跟跟乳癌的副作用 那女性荷尔蒙的功能有哪些呢 女性这是立体二 女性荷尔蒙的功能有 它能够使得就是不会有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因为那个女性荷尔蒙 还可以促进钙质的这种形成骨钙质 还有女性荷尔蒙还可以协助 就是可以不会有躁郁啊 或者是忧郁的现象 那这些都是女性荷尔蒙的一些功能 那立体三 就是新陈代谢的改善目标有哪些 新陈代谢的改善 就是要控制血 血糖 还有控制血脂肪 还有血胆固存 的一个正常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饮食 饮食里面 比如说油脂的摄取量降低 或者是真生糖素 就是说生糖指数 含真生糖指数高的食物 就尽量不要摄取 摄取多一点的 那个饮食里面呢 多用多糖类天然的食物 或者是膳食纤维高 那么就可以降低血糖的身高 或者是饮食中降低油脂 就可以降低血脂的身高 或者是饮食中对于胆固存的摄取 要降低等等 那立体四 就是饮食习惯的建立饮食计划的优点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了解个体 这个每一个人的个体 就是他的文化年龄 饮食的文化形态 还有他的经济 经济状态 他的射精情形 来建立一个饮食计划 甚至于还要了解到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也就是要了解他的血脂肪 血胆固存 血糖的情形 来建立他的一个饮食习惯 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要采用 3D二高的饮食 降低 降低这个热量的摄取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饮食计划的优点 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 在一个理想体重或者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体重下 那也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血糖 跟以及血脂肪的一个问题 那立体五 就是糖尿病病患需要监测哪些生化值 糖尿病病患最重要的就是要监测他的血糖值 除此之外 还必须要监测到一些 比如说血脂肪胆固存 甚至于也要注意监测一些 比如说他的肾脏 肾脏的这个扩群力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就是糖尿病病患 有可能会有一些病化症状 所以呢 要监测这些生化值 那监测这些生化值呢 有助于控制糖尿病的病患 比如说他可以早期 早期如果只是对于葡萄糖的一个耐性 有一点状况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用饮食还有运动 饮食运动以及生活的这种改变改善 来控制糖尿病的一个病状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这些症状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血糖 或是血脂肪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 胰岛素或者是注射一些胰岛素 也就是没有办法利用饮食运动 还有生活的改善来改善糖尿病的病患的时候 那我们用监测生化值来判定是不是需要用胰岛素的注射量 或者是控制胰岛素要增加或者是减少来控制糖尿病患 所以这些监测生化值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总结我们本章的上课内容呢 就是已经了解并认识并且了解了老年人 老年人的这个营养跟他的养生方法 并且认识一些相关于更年期妇女的一个养生概念 也认识了解了活药老化的一个定义 甚至于了解到就是对于慢性疾病的控制 以及饮食的协助 就是饮食营养的一个计划 有助于这个老年人的一个活药的一个方式 就是可以让老年人的营养跟养生 更有得到更好的照顾 以上就是我们课程的内容